確實遵守防疫規定 誠實告知自己的足跡 所以造成了相當多的防疫困擾 台南市21日也召開防疫記者會 並公布確診者足跡 不過讓人傻眼的是 確診者根本不住在台南 而且也沒主動告知 第一時間沒有跟高雄市衛生局 提供這樣的一個足跡 那是他私下通知他的 同樣喜宴的同學 告訴他說他確診了 請他們去採檢 位於安平被點名的海鮮餐廳 事後也急著清消 並匡列人員篩檢 但事實上 這名案18212的確診者 在高雄更是爬爬燥 案18212除了被抓包跑到台南用餐 也被發現 好幾日來到三多路的健身房運動 甚至跨區到北高雄用餐 足跡範圍相當大 從高雄市府公布的足跡 他除了到過騎警兩間超商 還在一週內 四天到三多路的健身房運動 甚至到左營用餐 橫跨南北高雄 至於10名新增確診者 除了案18212 只完成另外三名足跡疫調 不過就沒那麼複雜 案18168是交通船駕駛 除了到過騎警一間超市 只有到過大汕頭漁港 跟44號碼頭 而床物貿易商案18187 也只到過前鎮跟林亞活動 另外一名星光輪的密集接觸工作者 雖然足跡橫跨五個區 但都在前鎮林亞鳳山一帶活動 也讓市府能在第一時間 先完成疫調 不過還有六名確診者 還沒完成疫調 因此高雄市也提出多項緊縮政策 其中一項就是菜市場的實聯制 不過似乎確診者一下子增加太多 加上人手安排不及 也讓市場的實聯制形同虛設 恐怕南部民眾得先自我防護 才能減緩疫情的擴散速度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